民国历史大体上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北洋时代,从1912年袁世凯上尉到1928年张学良改其意志,二是南京国民政府时代,从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到1949年国民党统治崩溃,后者是前者的终结者,终结的过程就是北伐战争,各个朝代军阀混战的模式大体相同,开局,大帝国崩溃。 分裂成很多大小不一的割据势力,割据势力之间开启混战模式,大势力可能继续分化削弱,小势力也可能逐步整合壮大,时间流逝,大浪逃杀,蠢人出局,猛人翻车,弱小势力被吞并,最后统一江湖的往往是最鸡贼,最低调,实力终上的那个人,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套路,与五代十国的混战模式最像, 大唐王朝崩溃后,北方有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南方有前蜀、后蜀、南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余个小国,五代是前后关系,十国之中有并列关系,也有前后关系。 代和国的区别是,代是能够成前起后的朝代,是正统政权,天下共主,国是地方割据政权,一般臣服于代。 举个例子,周是一个朝代,周天子是天下共主,秦、晋、启、鲁、吴、月等都是国。 在北洋时代,北洋三大系晚、直、凤相继控制北京,可以大致理解为代。 西南和其他省份的小军阀可以理解魏国,名义上这些小军阀要听从北京号令。 整体而言,北方大佬们势力大,眼界高,争的是中央的控制权,南方小势力的追求层次低一点,要么是自保,要么是吞并邻居。 有时候,南北也会爆发大战,但大多时候都是北方打北方的,南方打南方的。 由于南北相互影响,将北洋时代的军阀混战很难按空间分开讲,所以这里按时间段讲,分别是晚系时代、直系时代、凤系时代,篇幅有限,只说脉络,不谈细节,弄清楚了上面的整体关系,再往下看,基本可以理清楚军阀混战的脉络,做到混而不乱。 袁世凯生前,没有精心培养接班人,他死后,北洋集团失去强有力的领袖,逐渐走向分裂。 其中,北洋嫡系分成两派,一是段祺瑞的晚系,因为他是安徽人,二是冯国璋的直系,他是直立人,张作霖以及阎西山等属于北洋杂牌,最先冒头的是晚系。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二当家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身份实际执掌军政大权。 手下有徐树征,靳云鹏,段之贵,傅良左,尼四冲,吴光新,卢永祥等人,地盘包括宛、卢、户、浊、浙、敏、闪等省市。 段祺瑞虽然继承了袁世凯的一波,但没有继承袁世凯的威望和手段,他刚愎自用,不能容忍,其他人不怎么服他,更讨厌他的头号马仔。 囧张跋托的徐树征,按照套路,最先冒头的,最嚣张的,往往最先玩玩,先是围绕参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段祺瑞与黎元洪发生了矛盾,愤然离开北京,住房徐州的张勋趁机带兵进京,调停府院之争,他心向大清,逼黎元洪下台,扶费地溥仪上位,妄图恢复大清。 段祺瑞于是在天津组织讨逆军灭了张勋,重新执掌大权,坐镇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章,进京代理大总统。 结果,段祺瑞又因武力统一问题与冯国章闹僵了。 原来,清朝灭亡后,北方被袁世凯继承,南方是革命党合力宪派的天下,南北和谭后,袁世凯形势上统一了中国,但西南各省有很强的独立性。 到婉系执掌大权时,梁广的陆荣亭,云南的唐继瑶,贵州的刘显市,湖南的城前等,不是很给段祺瑞面子。 所以,段祺瑞要武力扫平他们,冯国章的直系势力不如婉系。 为了牵制婉系势力,他主张和平统一。 西南方面,陆荣亭等为了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抬出了孙中山,并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 孙中山加入进来,是因为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护法,就是保护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要借助军阀的力量护法,军阀要借助孙中山的声望对抗统一。 1917年10月,护法战争打响,南北军阀在湖南展开大战,打头阵的是直系的两个师。 阎西山也有情赞助了一个混城旅,赶赴湖南。 冯国章本来就不赞成武力统一,更不满段祺瑞让直系军队当炮灰, 暗示前线将领停战撤兵,主力不打了,阎西山的那个旅消息不灵通,且战且走,被乡军包围缴陷了。 阎西山从此宅在山西搞建设,七年后才重出江湖,段祺瑞武力统一受挫,愤而辞职。 晚系和直系公开分裂,为了压迫冯国章让步,徐树正到处串联,搞定了直系大将曹坤, 拉拢13省代表齐聚天津开会,强烈要求冯国章下令讨伐西南,冯国章被迫屈服,护法战争再次打响。 这一次,北洋军阀人马众多,连张作霖的部队也加入了进来,南方军阀扛不住,湖南大部被北洋军占领。 战争中,直系的吴佩孚犹如推土机,功无不克,是此战最亮的载。 但段祺瑞却任命晚系的张静尧为湖南都军,直系将领极其不满,公开霸兵反战,并与南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晚系是一个比较松散的集团。 段祺瑞是晚系首领,但他长期在中央做事,没有嫡系军队,当年的老部下都成了一方诸侯。 虽然仍奉段祺瑞为老大,但能否真听他的? 要打个问号。 张勋复辟的时候,段祺瑞为什么要组织讨逆军,而不是直接命令手下上呢? 因为他没有直接能用的力量,而政治能量转化成军事力量,需要时间运作。 同样,护法战争的时候,段祺瑞为什么要让直系上,还是因为自己手下没有现成的军队。 1918年,晚系主要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尹凤系张作霖势力入关,为晚系站台,压迫直系对南方用兵,贯彻武力统一,二是操纵国会。 在换届选举时,冯国璋搞下了台,让徐世昌出任大总统,三是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借口,用日本借款编练了一支嫡系参战军。 徐树珍短暂收复外盟,依靠的就是这支军队,这是晚系的高光时刻。 然而,好景不长,徐树珍和张作霖闹掰了,直系趁机和张作霖搭上,双方搞了一个七省联盟,建制晚系。 七省及直系的直立,江苏,江西,湖北,以及凤系的凤天,吉林,黑龙江。 1919年年底,冯国璋病逝,曹坤接过了直系的大旗,直晚矛盾持续升级,终于走向刀兵向下。 1920年7月,直晚双方大军云及北京附近,战争爆发,凤系大兵压境,为直系压阵,二打一。 晚系没有胜算,激战五天,晚系一败涂地,段祺瑞被迫辞职,晚系干将或下野出逃,或转头直系。 从1920年直晚战争到1924年第二次直凤战争,是直系军阀的时代。 晚系出局之后,直系和凤系成了北洋政府的两大股东,共同执政,合作初期,双方处得比较愉快。 曹坤甚至和张作霖结成兄弟,之后又结成了亲家,一个坐镇保定,一个坐镇奉天,遥控北京,遇到大事,二人商量着来。 相较于曹坤,张作霖性格更为强势,野心勃勃,因此商量的结果往往以张作霖的意见为主,曹坤则不断妥协退让,他无法与张作霖争争锋,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福却想试试。 在北洋戏中,吴佩福资历较浅,1919年才混成师长,但他属于后基伯发行人物,能征善战,堪称直系第一猛将和灵魂人物。 连曹坤也说,紫玉是我最大的本钱,在曹坤的信赖和提携下,吴佩福成了直系中仅次于曹坤的二当家,虎聚洛阳,并称曹吴。 吴佩福欺人,自视甚高,加之在直晚战争中战功卓著,颇有屁密天下,舍我其谁之感。 不仅对张作霖不爽,对曹坤也不那么驯服,吴佩福反感张作霖,始于直晚战争后分战利品。 当时,吴佩福认为自己指挥的松林殿一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一战,而张作霖没怎么出手,只是做官成败。 战后,张作霖却抢了几百车战利品,吴佩福愤懑不平,当时差点动手截击奉军。 张作霖也看吴佩福不爽,曾有记者问起对吴佩福的印象。 张作霖很不给面子地说道,我只知道向曹史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如果人人欲闻政治那成什么话? 总之,主观上,吴佩福和张作霖不对付,客观上,直奉双方为争夺中央大权而矛盾激化,迟早得干一架,就实力而言。 张作霖的地盘在东北,号称佣兵24万,由日本人支持,曹吴地盘几乎囊括整个北方和长江流域,兵力肯定多于缝隙,背后有英美势力支持。 整体而言,直系实力强于缝隙,直奉战争的导火索使张作霖推荐梁士仪组阁,梁士仪是旧交通系,北洋时期的一个金融财团和政治派系,掌控铁路、矿业、盐业、银行、邮运等行业的首领,人送绰号五路财神,同时他也是著名的亲日派。 张作霖支持梁士仪上台,是想借他之手掌控中央财政和交通,也方便处理对日外交。 此外,大总统徐世昌和梁士仪关系较好,也支持其上台阻隔。 在这种情况下,曹昆也只得默认继承事实,不默认就只能和老张干一架,到时候责任全在自己这边。 至于吴佩孚,政治影响力有限,且远在洛阳,也无力阻止梁士仪上台。 曹吴虽然不能阻止梁上台,但却有把握把梁搞下台。 以前,梁士仪是袁世凯的人,拥护袁世凯称帝。 现在,梁士仪是亲日派,在对日借款和交集铁路问题上处置失当,槽点太多。 于是,吴佩孚带领直系干将先从舆论上捣梁,火力全开,揭露和抨击梁士仪内阁的劣迹,致使梁士仪内阁颜面尽失,微信扫地。 张作霖不得不出面为梁士仪内阁辩护,双方你来我往,舆论战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双方也在加紧进行军事准备。 1922年4月3日,11省直系军阀大小头目云吉洛阳,借为吴佩孚驻寿之名商量对凤开战。 9日,经凤路上军列呼啸,奉军大举入关。 15日,吴佩孚北上保定,与曹坤商量对凤战略。 曹坤本不想和张作霖兵荣相见,但张作霖不顾情面, 对曹提出的和解条件寸步不让,且直系将领大多主战, 使得曹坤决定对凤一战。 双方22万人,直军10万,凤军12万云吉京击,剑拔弩张,继续开骂。 29日,张作霖不想再和直系斗嘴皮子了,下达总攻击令,战争爆发。 然而不到10天,凤军全面溃败,退回关外。 直军追到山海关后,涉于凤军的坚固阵地和日本人,没有继续进军。 张作霖虽然战败,但元气未损,回到东北后,索性通电独立,宣布东北自治。 既然没垮,意味着这是没完。 因此,这次战争史称第一次直凤战争。 两年后,张作霖卷土重来,直凤战争再次爆发, 是为第二次直凤战争。战败之后的张作霖,痛定思痛,开始反思战败原因,直系是北洋嫡系。 底子好,久经战阵,吴佩甫又长年窝在洛阳埋头练兵,战力能不强。 相反,凤军老底子都是土匪盗贼,成军后也没打过硬仗恶仗,训练也一般,打不过也正常。 鉴于此,张作霖开始了长达两年的整军备战,包括整边军队,财态老弱砸散,重用军校生,强化作战训练,购买武器装备,增加新兵种海军,空军修建兵工厂,凤天兵工厂,扩建铁路公路, 配备无线电通讯,设立被辅厂,梁墨厂,陆军医院等,大道阔府的整军精武,让凤军的气象焕然一新,报酬的时机即将来临。 为了增加胜算,张作霖还联合孙中山和段祺瑞搞了一个反制三角同盟。 孙中山依托广东军阀,一直向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惋戏虽然负面, 但浙江的卢永祥作为漏网之鱼保存了下来。 孙,段二人,虽然实力有限,但影响巨大,眼下直系一家独大,已成众矢之地,三方联合对付直系也是水到渠成。 直系方面,虽然独掌北京政权,却引然有盛级而衰的趋势,除了变本加厉的搜刮导致民怨沸腾之外,直系的大问题有三个。 一是曹昆会选总统,导致天下侧目,二是曹昆和吴佩孚矛盾加剧,三是吴佩孚为整合力量武力统一中国,不断削弱直系地方军阀实权,引起了直系将领的离心离德。 1924年8月,直系江苏军阀旗谢园和晚系浙江军阀卢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爆发了战争,这便是著名的江浙战争,欲邦相征,渔翁得利。 当苏琪和浙卢打得难分难解时,盘踞福建的直系杂牌孙传芳越过仙霞岭,迅速席卷了浙江大部,卢永祥见大势已去,通殿下野,退出江湖。 此意,孙传芳不仅拿下了浙江,还吞并了卢永祥五个师,实力大增,为未来阅升五省联军总司令奠定了基础,堪称江浙战争的最大赢家。 将这战争进行的同时,张作霖以三角同盟为由,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 这一次,直系集中了北方六省二十五万兵力,凤系则集中了东三省十七万兵力,双方海陆空军都出动了,规模空前,虽然直系人马更多,但战争的结果却是凤系获胜。 直军将领冯玉祥倒戈,在北京发动政变,固然是直系战败的重要原因,但内耗严重,树敌过多,仓促迎战,装备差距,才是决定直军战败的根本原因。 直系虽然没有团灭,但属于直系的时代结束了。 直系垮台后,张作霖和冯玉祥共同掌握北洋政府大权,当然,明面上的元首是临时执政段祺瑞。 此时的景象仿佛回到了四年前,直系和凤系共掌北洋政府大权,遥控大总统徐世昌的年代。 通过一年的努力,冯玉祥接管了直系的大部分遗产,坐拥西北数省和京津,挥下三四十万人马,跃升为一线军阀。 而张作霖也冲出了东三省,把势力扩展到了长江流域。 一个西北王,一个东北王,一个和苏联打得火热,一个有日本撑腰,势均力敌,只要是联合执政,没有不闹掰的。 张作霖短小惊悍,英式狼固,冯大哥面后心狠,也不是好惹的,只是由于共同敌人直系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双方一直没有撕破脸。 直系虽然败了,但没有彻底完完,吴佩孚战败后,坐船跑到了湖北,不甘心退出江湖,积极整合长江流域的直系力量,迟早是隐患。 日中泽泽,水满泽意,和吴佩孚一样,张作霖的好运也用完了,先是奉军南下,占领江苏,上海,遭到了孙传芳领衔的东南五省联合迎头痛击,严经浦县一路狂退到了徐州以北。 之后,郭松林倒戈,差点先翻张作霖在东北的基业,逼得老张通过卖国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才挺了过来。 经过这一些烈事件,凤军元气大伤,以无力单独抗衡冯玉祥国民军。 巧的是,不论是孙传芳发动这凤战争,还是郭松林突然倒戈,冯玉祥都深度参与了密谋,只是最后没有出手,这使得张作霖对冯玉祥恨之入骨。 同样,吴佩孙也对当年冯玉祥倒戈恨之入骨。 就这样,吴佩孙和张作霖结成了联盟,共同对付冯玉祥。 冯玉祥见识不妙,通电下野跑到了苏联,打算分化直奉同盟。 但吴佩孙和张作霖铁铁了心要消灭之,继续进军夹击国民军。 整体上,国民军的实力不弱于直奉联军,因为奉军元气大伤,而直军都是刚整合的部队,比乌合之众强点。 如果国民军下定决心一战,胜负未可知。 但是,国民军见直奉联军来势汹汹,对形势判断失误,高级将领都不主战。 冯玉祥走后,齐派西斗争也愈演愈烈,妥协退让加内耗,焉有不败之礼。 以1925年12月天津之战为导火索,国奉战争打响。 此后,战争规模逐渐扩大,加入的军阀越来越多,演变成了一场70万人的大混战。 折服山西的阎西山,为了抵御国民军吞并山西,倒向了直奉一边,参与了对国民军的战争。 战后获得了隋远,这便是后来禁隋军称位的来源。 国奉战争之后,冯玉祥国民军土崩瓦解,人马被打散和收编,地盘被瓜分。 不过没关系,冯玉祥也会卷土重来的。 经此一战,北洋末期三大军阀顶足而立的局面形成,占领东三省、京津以及直立山东部分地区的张作林,拥兵35万。 占领湖南、湖北、河南以及直立南部、陕西东部的吴佩甫,拥兵20万。 以及占据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安徽以及上海的孙传芳,拥兵20万。 这三大军阀,是北伐战争的三个主要目标,花开两朵,各表一支,之前一直在讲北方。 这里简单说说南方的形势,北洋军阀的势力,至于长江流域,长江以南的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一直是地头蛇们的天下。 当年,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就是要消灭这些地头蛇,于是南北大战爆发,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在湖南激战,后来由于直挖矛盾,南北战争没有打下去。 虽然南方军阀之间彼此互有征战,但在面对北洋军阀难争时,他们一般比较团结,纯王齿寒谁都懂。 北方军阀混战之时,南方军阀也在经历一系列演变,这种演变更多的是本省军阀的销王更替,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后浪推前浪,四川不提了,太乱,云南比较稳定,菜厄之后一直是唐济瑶,直到1927年被龙云等人搞下台。 贵州依附于滇系军阀,比较有名的人物有刘显氏,袁祖明,周西成等人。 湖南有谭延凯,汤湘明,成前,张静尧,赵恒涕,唐生志等人。 广西有陆荣亭,沈红英,以及李宗仁,白崇喜,黄少洪,广东比较复杂。 前期被滇系军阀龙继光控制,中期被旧贵系军阀陆荣亭控制,后期被本土军阀的陈炯明控制。 正因为广东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孙中山和国民党才得以在广东立足,并逐渐把广东变成了革命的策源地。 孙中山去世后,1925年,国民党在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 不久,李宗仁决定加入广东革命政府,两广合体后,湖南的唐生志也加入了进来,汉贼不两立。 广东国民政府整合力量之后,决定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 当国奉战争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逝时北伐。 最初的北伐军有八个军十万人,第一军是黄浦嫡系,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和第六军是客居广东的钱乡军,军长分别是谭严凯和城前,第三军是客居广东的滇军,军长朱培德。 第四军和第五军是阅军,军长分别是李继申和李福林,第七军是贵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是湘军,军长唐生志。 北伐战争不必多说,节节胜利,在两湖击败了吴佩甫主力,在江西击败了孙传芳主力,拿下了中国南方。 然而,此时国民政府却陷入了分裂,蒋介石在南京另起炉灶,对武汉的汪精卫分庭抗力,这便是宁汉分裂,北伐也被终止。 北伐战争打响后,冯玉祥从苏联回来,搜罗旧部,在隋远五元实施,宣布与北洋系统一刀两断,加入国民革命军。 之后经过宁夏,出兵闪干,解了西安之围,然后东出同关。 与唐生志率领的北伐军会施于郑州。 冯玉祥的军队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北伐战争打响之后,严西山也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并东出太行。 计划与北伐军南北夹击张作霖,不料宁汉分裂。 北伐中指,严西山单独对阵张作霖,瞬间被赶回了山西。 只有失联的副作义部死守卓州,上演了惨烈的卓州保卫战。 副作义一战成名,严西山的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 1927年9月,蒋介石下野之后,宁汉河流。 但离开蒋介石之后,国民政府显然玩不转。 于是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重启北伐战争。 此时,国民革命军演变成了四个集团。 分别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 严西山的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 北洋方面,吴佩孚一面。 只有张作霖、张宗昌等人浮危耻颠,与力挽狂澜。 但双方力量对比已然逆转,北洋集团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张作霖和日本人相处得也不愉快。 当年4月,面对北伐四巨头的围攻,奉军节节败退。 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撤回关外。 途经黄孤屯石,被关东军炸死。 此时,关内各省已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只有关外三省还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北伐军百万大军压境,四十万东北军毫无胜算。 是年12月28日,张学良决定改旗意志。 所谓改旗意志,就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名义上归顺国民政府。 至此,凤禧时代结束,北洋时代也结束,民国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时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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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